各位同學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同學朋友見面了 今天我的辦公室 堆滿了會員所送來的 各方的各地方的土特產 一箱又一箱的 堆滿了整個房間 我要出來露營的時候 還要麻煩我的助理 幫我怎麼樣 搬開一些箱子 怎麼樣 讓我能夠走出來 為什麼 各位同學朋友 你看我的節目 也不是一天 也不是兩天 我梁老師自從7月21號這一天 開始上運通的這個節目 開始 你會不會發現 我梁老師上節目之前 股票要漲停好像不太簡單 好像不太容易 對不對 可是我梁老師上節目之後 你會發現 好像怎麼樣 股票要漲停 好像怎麼樣 變得很簡單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7月21號我梁老師上節目 到8月份 到今天9月1號了 9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同學朋友 我梁老師我在家 我每次都要講 7月份 我一上節目 7月22號 我馬上告訴你一檔股票 叫做高橋 有沒有 33塊 41塊 12345 6根掌聲 我上節目的第二天 我上節目的第二天 馬上迫不及待的告訴你 一檔股票叫做 單景 77塊 當時單景已經漲一段 我還問你它還會不會漲 我問你一定有原因的 如果一支股票 我認為它不會漲的話 我就不會問你了 77塊 單景 漲到 98塊 聽說今天單景 聽說今天單景 快100了 快100了 77塊 這是7月份告訴你的股票 上節目第二天 上節目第二天 我馬上怎麼樣 迫不及待 33塊告訴你高橋 好 41塊 上節目第二天 我馬上迫不及待的告訴你 單景 77塊 聽說今天快100了 我是7月21號才上節目 所以怎麼樣 單景12 我能夠講到的就是怎麼樣 1234567 今天怎麼樣 第8根掌聲板 我如果是7月1號上節目 各位投資朋友 拿近一點 7月份告訴你高橋單景 單景還在漲 還在漲 6支掌聲板 8月份告訴你日子 如貨自保 6支掌聲板 8月份一開始喔 好的開始 8月份同樣告訴你 松上這支股票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都不說 我都不說 6支 18月份 對 好 到上個禮拜五 松上10支掌聲板 今天 9月1號 9月份的第一個交易日 各位投資朋友 松上今天有給你看到 11支掌聲板 8支掌聲板 8月1號 8月1號 來告訴你 柯佳 我兩老師 我上節目 我從一上節目開始 就不斷地告訴你 標股在哪裡 7月1號 告訴你高橋單景 8月1號告訴你 有沒有 日子 松上 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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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禮拜五 第11支掌聲板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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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的辦公室堆滿了 會員從各地送來的土特產 我要出來錄影 還要麻煩我的助理 幫我怎麼樣 撥開一條路 三個禮拜五 三個禮拜五 今天 今天 三個禮拜五 11支掌聲板 如果這不叫標股 那什麼樣的股票才叫做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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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解盤的方式 或許他們學得來 但是股票 學得來嗎 喊得起來嗎 在我上節目之前 股票要漲停 難如當天 在我上節目之後 股票要漲停 一如反漲 各位同志朋友 這次股票參與市民告訴你 八月分嘛 上五月嘛對不對 有嗎 來 我們拉近一點 8月11號嘛 有嗎 白紙黑字嘛 我還記得我在講客家的時候 其他老師都不知道在講什麼股票 就是不講客家 我還告訴你法人還沒發現 現在還買得到 當時八月11號 你買不到你來找我 我們拉近一點 買得到嗎 有下影線耶 買得到嗎 有下影線耶 有買得到嗎 有下影線耶 買得到嗎 有下影線耶 買得到嗎 有上下影線耶 買得到嗎 買不到嗎 買不到嗎 今天各位同志朋友 買不到嗎 我沒有叫你去買 去買啦 今天多少 哎唷 五十三 那我當時告訴你 第一天告訴你 F客家這支股票的時候 才多少錢 才多少錢 我們拉近一點 各位同志朋友 才多少錢 32塊 今天多少錢 53塊 二十一塊 其他老師都在學我解盤的方式 好你學啊 你學得來 或許你學得來 但是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股票 學得來嗎 喊得動嗎 喊得起來嗎 八月份 八月份嘛 對不對 八月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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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有兩支股票嘛 日池 高橋嘛 高雄的華僑嘛 一支高橋嘛 高雄的華僑嘛 那八月份啊 三支股票 日池 松上 還有一支 客家 日池好像又可以注意了 對不對 八月份 七月份兩支股票嘛 高雄的華僑高橋嘛 單錢嘛 今天又重庭嘛 還在家 八月份 日池 對不對 我用日池 你又可以注意了 我沒說什麼 松上 客家 那我在上個禮拜的節目裡面 我有沒有告訴你 九月份會更好 我想說 那七月份有兩支股票 八月份有三支股票 那九月份有幾支股票 七月份有兩支標股 八月份有三支標股 那九月份有幾支標股 三個禮拜五我是不是告訴你 這是九月份的第一支股票 那九月份 那九月份到底有幾支標股 那九月份到底有幾支標股 我說高票不用多啦 可以讓你大壇就好了啦 各位投資朋友 可以讓你怎麼樣 可以讓你大賺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高票這麼多要做什麼 對不對 七六七塊去哪裡 九六塊 要破百 三十二塊 今天五十三塊 那九月份有幾支標股 上個禮拜五我告訴你第一支 九月份第一支對不對 我現在我直接告訴你 來 這是九月份的第二支標股 這是九月份的第三支標股 三支股票都在我的手頭 其他老師在學啊 八月十一號我說科家 沒有人在說 大家說 大家都有這樣說的紅海 就參加我啦 今天 所有老師又來講 遊戲股 嗯 要輸這過了 你的遊戲股 今天所有老師又會說 欸我們有遊戲股欸 好棒喔 余俊 張庭 嗯 阿明哲咧 老師你有沒有遊戲股 沒有 老師你有什麼股票 這支怎麼遊戲股 這支怎麼在做遊戲股欸 不是欸 這支不是在做遊戲股欸 這支臨當的股票欸 哈 老師你有沒有遊戲股 沒有 沒有 我坦白跟你說 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我為什麼要跟其他老師一樣啊 如果我跟其他老師一樣 那八月十一號 我就不會跟你講再一支股票 我來講紅海 我來講紅達電 對不對 就是要跟別人不一樣嘛 你不可以賺到大錢嘛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欸 沒聽過這句話嗎 上個禮拜 我已經跟你講 九月份第一支股票 就是一 就是他 那除了他第一支股票之外 我告訴你 還有怎麼樣 第二支股票 九月第二支股票 還有 還有 九月的第三支股票 都在我的手頭 今天進來的時候這朋友 我一次怎麼樣 給你三支股票 三檔股票我通通告訴你 你也不用去問了 你也不用去問了 就像當時八月份的時候 我直接告訴你 日池松上 F客家 今天進來的時候這朋友 三檔股票九月份 三檔股票 我一次告訴你 這個是你在別的地方你問不到的 我可以跟你講 等到這個月底 所有老師要說他有 他有怎麼樣 九月的第一支股票了 所有老師要講 他有九月份第二支股票了 九月份到月底 所有老師要說 他有怎麼樣 九月份第三支股票 都有 今天我還是一樣 我不限名額 你要讓我救 我就救 你不讓我救 我只能怎麼樣 祝你操作順利 今天我一樣不限名額 只要你打電話進來 我通通最低收費 我能救多少人 我就救多少人 今天進來的投資朋友 今天九月份 你不要去問了 不要問別人了 有沒有聽到 九月份的三支股票 我一次告訴你 讓你提早上車 我經常說 我們做股票 要賺錢 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怎麼樣 你要大叫 你不要抬叫 就像現在 所有老師都幫我怎麼樣 幫我們再抬叫 那8月11號有沒有叫你趕快 還買得到 有沒有 欸 你要是你不說 我不說 8月11號 反正還沒發現 現在還買得到 趕快殺叫嘛 對不對 我去捷叫嘛 你不要來捷叫嘛 你要捷叫嘛 做家人是達官貴人嘛 對不對 捷叫他怎麼樣 苦力嘛 你要當苦力 還是要當達官貴人 你8月11號你有聽我的話 你就是達官貴人了嘛 你不聽我的話 你今天就怎麼樣 就是苦力嘛 我們說大伯父就是這樣 我不是看不起苦力的 8月份三檔股票 都欸 7月份兩檔股票嘛 7月份我怎麼樣 我重出江湖嘛 對吧 你也要讓我這個升級 對吧 所以7月份 我只有推出兩檔股票 兩檔標股 哪兩檔 高橋 丹井 丹井 丹井到這裡還要去 7月份熱身過之後 8月份怎麼樣 馬上怎麼樣 日遲 鬆散 不靠這裡 還要去漲停 9月份我們怎麼樣 趁勝追擊嘛 這是第一支股票 第二支股票在這裡 我不讓你看它的圖 第三支股票 在這裡 我也不讓你看它的圖 但是今天進來 辦好手續的投資票 三檔股票 通通我會讓你要到手 讓你提到上車 你要賺大錢 你就要搭轎 你不要抬轎 記住我這句話 今天我不獻名額 所有今天打電話進來的投資票 最低收費 而且 9月份 三檔標股 我一次給你 讓你提早上車 讓你成為 搭轎的達官貴人 最低收費 不獻名額 好好把握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謝謝 OGVPO 作證 全民輕鬆買 超級城市 太難貌 超級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牌清理窗 专业附的是导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 也是 台幼舞 吹记贴 先用记贴 五分钟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再度来到第二个阶段 记住我一句话 你作股票你要贪大钱 你想要赚大钱 你一定要是怎么样 早就坐在教职上面的达官贵人 而不是事后才去帮别人 帮教的苦力 各位投资朋友 我梁老师我七月重出江湖 七月二十一号我还记得很清楚 隔天迫不及待 高桥33块 结果涨到41块 结果涨到41块 同一天 七月二十二号 单紧 77块 结果 听着说今天单紧 在要赚大钱 腰过你去 七月份我先热身一下 两档股票 高桥单紧 热身之后 好 八月份 日词 6基涨停 八月份 松上 到今天 第十一期涨停 八月份 同样是八月份 F客家 到今天 到今天 如果这不叫标股 那我请问你 什么样的股票才叫做标股 我说我梁老师 我在这个所在 我后面 我敢把 这块砍棒 刮出来 其他老师敢刮 这块砍棒吗 八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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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标股 8月份 11号 32块 F客家告诉你 还买得到 到今天 哪一天也没到 你告诉我嘛 都是敢买不到 你早买你就早赚 就赚得多嘛 你晚买就晚赚 就赚得少嘛 那你现在少赚 你要晚赚 还是要怎么样 早赚要多赚 股票就是要跟白人 不一样 你才有 就赚得大钱 今天所有老师 一定都告诉你 我们的游戏股 又大涨了 明天咧 你要是你有没有四股 没有 没有 一股都没有 那要是你有什么高标 七月份我先热身嘛 单井高桥嘛 对不对 单井高桥再去 八月份热身好了 对不对 日词松赚 不过这嘛 七月份两支股票嘛 八月份三支股票啦 九月份啦 股票不要多 能大赚就好 这是九月份的第一档股票 这是九月份的第二档股票 这一支是九月份的第三支股票 三档股票我都知道啊 我也不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遮遮掩掩掩 我也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能够直接告诉你 都三档股票 就像八月份 我直接告诉你 日词松赚 不过这 但是今天 为了我的会人的权益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只能让你看第一档股票 第二档股票 第三档股票 不好意思 走给你看一下而已 但是今天 日词来的投资朋友 你不用担心 今天我三档股票 我通通会告诉你 让你找上车 让你找大叫 而不是事后 像怎么样 不客家对不对 你32块 你去买客家 你是不是搭叫 你现在53块 你去买客家 你是不是帮人家抬叫 那你是要搭叫 还是要抬叫 是 是 搭叫 更轻松 还是抬叫更轻松 我直接告诉你 三月份一样 三次股票 股票不要多 能赚大钱就好 能表就好 你买一买一百档 都不会表 对吧 那有什么用 七月份 高桥 丹井 就这两档就好了 会表就好了 三月份 日词 对吧 我说日词你都可以注意了 对不对 日词松散 不客家 就这三档就好了 会表就好了 同样的 九月份 一 二 三 就这三档就好了 会表就好了 今天进来的投资朋友 听听主 三档股票 九月份的三档股票 我通通会告诉你 让你找搭车 对不对 让你找搭轿 让你找上车 而今天我一样我不限名额 我能救多少人 我就救多少人 上个礼拜五 很多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 你要让我救 我很欢迎 我很高兴 你不让我救 那我只能怎么样 默默的祝福你 操作顺利 今天不限名额 所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全年度最低收费 而且一次三档股票 我通通告诉你 好好把握 不限名额 最低收费 今天九月份三档股票 我通通告诉你 让你怎么样 找搭轿 让你成为搭轿的 达官贵人 不要当怎么样 抬轿的苦力 记住我这句话 祝大家赚大钱 谢谢 谢谢 本服务公司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谁输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们可以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比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顾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老师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 老师 教/. 服务单用 最记得 享用记得 总经过多年 对建筑美学 对于思材的打造 一定的整个团队的经验 今来做方 我们已经开伴了 把师姐所席 当成是本天上的应验的先 去赢利利口 希望南冰口有我们的世界和国际的态度 世界首席 8815588 脱退功倍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最新鲜的态度